现在我们有请大观禅师 带领大家做一个正座禅修 有请大观禅师 大家放松 大家赶紧来 我们慢慢沉淀下来 我们右手放在心口上 左手放在心口上 慢慢吸 慢慢呼 试试试试响 碰在心口上 或者我们不碰在心口上 我们要放松 吸气 呼氣小腹瘴起,呼氣小腹收起, 吸氣充滿了陽光和愛心,呼氣將所有的累氣, 喘氣都敷出來,我們再做三次,慢慢吸氣, 變大笑容,慢慢呼,也是笑容,慢慢吸,慢慢呼, 好自在,好自然,我們再做一次,慢慢吸,慢慢呼, 好,多謝大家。 感恩大觀禅師為大家進行這個靜坐禅修, 不知道大家準備好今晚的講座沒有? 好像沒什麼聲音,大家準備好沒有? 好,相信大家都非常準備了,各位法師,各位嘉賓, 各位現場及線上的觀眾,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詩儀,顯揚,Leo, 好多謝大家出席由大國福行中心佛教院事部舉辦的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的講座, 我想問問大家,是否被海報上的內容吸引而來呢? 《如果明天就說再見》,你將會如何度過今天? 活著無活力,看不到意義,你可以如何向前走呢? 這些事情,大家是不是都很想知道呢? 是,我想知道的非常好,如果曾經想過, 《明天就是下一生》這個問題,大家舉個手來看看 已經有很多朋友了, 要講生死,從來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尤其對於我們中國人,都是比較忌諱這個話題的 我們不如給一個一百分的掌聲,自己 和線上的朋友,有這麼勇敢和開放的心,去談生死 好像不夠大聲,可不可以再大聲一點點呢? 今天我們很榮幸能夠邀請到重量級的嘉賓講者 我們有來自台灣的中敦法師, 以及來自香港壽風禅院的大觀禅師,為我們主講 當然也就是我們大國福行中心的住持 全登法師,為我們主持互動環節 三位法師對靈性有豐富的經驗 照顧過不少在人生道路上遇過困難,受病苦尖咬 生命走到盡頭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 所以我們今天要細心聆聽 另外,多謝幫手傳譯的心靈大師,優麗兒小姐 接下來我們用二百分的掌聲 多謝中文大學借出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讓我們舉辦這場講座 還有多謝陳淮華基金會一直支持佛教院事部的 心靈探訪服務 拍下手果然可以令到血液循環 還有身體都熱了一點 連場地都現在變得非常熱鬧 我們有請中敦法師 中敦法師是台灣大悲學院的創辦人 在安寧寮戶領域服務多年 畢生專注於臨終關懷、生命教育 靈性照顧研究 以及臨床宗教師的培訓 法師認為台灣大悲學院 靈性關懷人員培訓計劃的主持人 法師也曾經擔任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理事長 以及台灣醫院緩和醫療病房 佛教宗教師臨床講師 法師的著作有大悲事務所 和台灣首部安寧靈性照顧紀錄片回眸等等 另外中敦法師以其卓越的智慧和深厚的修行成就 於2022年贏得國際佛教結出女性獎的樹榮 我們將時間交給中敦法師我們主角 大家好 這是今天下午傳真師傅幫我臨時餓補的 他還告訴我一個楊師傅的招牌 要靠那個影弦法師來示範 我就會卸起了 就先跳過 好 很歡迎大家 剛才主持人說 要用一百分的掌聲鼓勵自己 對不對 對 願意 我們願意來關心這個議題 好 那 謝謝大學服刑中心設計了這個議題 讓我們可以在這個晚上 一起來做交流跟分享 那我先介紹一下 剛主持人已經介紹過 我從台灣來 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還有許多同伴一起來 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跟我一樣從台灣來 然後他們跟我一樣 平常我們在社區做墨疾病人的靈性關懷 大家看他們都非常有靈性 對不對 然後我相信 這樣的靈性呢 是香港的大家跟台灣的大家是一樣的 好 那我就先介紹到這裡 我們中心呢 有非常有智慧的團隊 因為他們針對今天晚上的議題 設計了許多的題目 那這些題目包括 修行是不是能夠比較善終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耶 它跟誰有關 它跟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關 而且年紀越長 關係越大 對不對 跟我們每一個 所以各位今天來這裡是非常有智慧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問的是 淨土天堂是不是等到死後才能去 這個問題看起來好像距離我們很遠 對不對 可是其實它要問的是什麼問題 它要問的是生命裡面真正的平安是什麼 極樂世界有沒有 有沒有真正的快樂 真正的平安 那那個真正的平安是死了以後才可以有嗎 還是我們現在就可以去想想 什麼才是真正的平安呢 這個問題好棒對不對 好 第三個問題問的是 如果明天就要說再見 你將如何度過今天 你想過這個問題嗎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是不是所有人想到這個問題 都會覺得很不好很悲傷 不一定喔 也許有的人想到這個問題是 我終於不用繼續繼續撐著了 有沒有 也許有的人是這樣 可是相信大部分大部分的人都是 如果明天就要說再見 我今天一定是充滿了壓力 我今天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緊張焦慮 到底我要怎麼做以後才會平安呢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等到那一天來了再想就好 其實不是喔 要什麼時候開始想 對現在 而且越早開始越好 好 這個問題很有智慧對不對 可是要該怎麼想呢 我們等一下請教禪師喔 好再來 第四個問題 如果沒有動力 看不到意義 可以怎麼樣往前走 這個問題好深刻喔 如果覺得現在生活裡面充滿的壓力 充滿的挫折 好像一無四處 那怎麼辦 我可不可以現在就停下來了 那各位你覺得呢 你覺得如果我現在不太好 我覺得好累 我可不可以現在就停下來 這個問題好深 而且等一下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不想清楚 將來一定會後悔 因為它牽涉到生命的本質的問題 然後我們未來的生命何去何從的問題 這四個問題好棒對不對 我們真的要謝謝大爵服刑中心的團隊 他們設計了這麼棒的題目 讓我們一起來深入的思考 好那當大家要開始思考這幾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從我自己 我自己在從事臨床 默契病人靈性關懷的工作 27年了 前16年我在醫院 那我們在醫院裡面 我跟在這裡的 王毅獨島 我們一起在醫院 在醫院裡面我們一年可以看過 300個到400個病人離開 我們前16年在醫院 但是後來的現在第11年 我們在社區 我們這10年來在社區也照顧過了 將近800個病人 意思是說 我們看過許許多多的人離開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看 如果明天就要說再見 來看剛才那幾個問題我們怎麼想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是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今天是5月17號 一個多月前 就是4月3號的時候 很多人知道 他是上了國際新聞大地震 對不對 全台灣好像已經25年不曾過這樣 就是全台灣都一起震動 都是好大的地震 那個時候有很多的意外事故發生 其中有一個就是 四個朋友一起去爬山 然後他們經過山谷的時候遇到落石 石頭掉下來 其中三個人被擊中 當場死亡 另外一位呢 卻是青桑 四個好朋友 奇怪 四個人一起走 但是有人就從此離開了 但是走在一起的人 有一個人就是青桑 這中間是什麼東西決定了我們 我們覺得冥冥之中有一些因緣 對不對 如果明天就要說再見 這絕對不是一個假設性的議題 然後我們的存在是一個 許多條件聚集起來的存在的狀態 那這些條件如果少了 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的生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的生命是這麼的脆弱 所以佛陀在四十二章經裡面就講到了 我們都說人生百年對不對 但是人生生命的無常 在多少時間之間 生命的基礎是什麼 人生的變化 多久時間我們會看到很大的變化 佛陀他問了第一個地址 第一個地址說幾天之間 我們可能禮拜一還很好 也許我們禮拜三禮拜四就不見了 這樣有沒有很有覺悟 有的對不對 佛陀滿不滿意 佛陀不滿意 他說你不了解真理 你不了解生命 他又問了第二位 你覺得人命在多久之間 第二位說 在一頓飯之間 說得真好 一頓飯之間 有的人吃一頓飯 梗住了就不見了 那有的人 我們呢 如果不吃飯 我們的生命也就 也就沒有辦法繼續維繫 這個說法 比我們都很有智慧對不對 但是佛陀滿不滿意 還是不滿意 後來佛陀問了第三位 人命在幾間 人命的無常在什麼時間 在多久以內 第三位說 呼吸之間 一口氣不來 我們就不見了 不要那麼理所當然的以為 我們會有下一口氣 我們會有明天 生命是這麼這麼的無常 然後我們其實都是過客 但是我們人很好玩 我們都是過客 可是西方有一位哲學家說 人真奇怪 人呢 當他們活著的時候 好像他們從來不會死 但是有一天當他們死掉以後 好像他們從來沒有活過 有沒有講得真好 如果是我們 我們甘願嗎 如果我們走 有一天我們走了 好像我們從來沒有活過 我們都不甘願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要提早想清楚對不對 想清楚 生命到底是什麼 然後 人是什麼樣的一個存在 人是一個因緣性的存在 然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價值是什麼 怎麼讓它圓滿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想過 我剛剛看師父有問大家 對不對 很多人想過 但是我們想到多少 也許等一下 可以 也可以在討論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讓我們看見 好 人是一個因緣性的存在 活著為什麼 我們看看中國人古早的智慧說 我們活著為什麼 我們活著為了好好死 有沒有很悲觀 會嗎 各位覺得呢 請用你的表情告訴我 活著就為了好好死 有沒有很悲觀 哇那一位年輕的小姐說不會 那 活著就是為了好好死 是很有智慧的 為什麼 要好好死 要有條件的 要好好死 要前面那幾個都很努力的去做到 可是那幾個都是我們要的啊 我們要長壽 我們要富貴 我們要康寧 我們要好德 我們要好的品德 我們福禄受洗 每一樣都要 我們要一輩子要很努力的有福禄受洗 然後最後 有好的德性我們才能善終 這是中國人古老的智慧 我們再看看其他人說的 活著 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 西方的學者說 人是活在這些需求的裡面 我們要有生理的需求 我們要有安全感的需求 我們要有在社會上受到別人尊敬的 尊重的需求有沒有 然後我們要有自我實現的需求 請教大家 如果我學習佛法 算不算自我實現 算 大家好有智慧 算 我們活著有很多的需要 活著的意義 其實是為了要滿足這些需求 可是它不見得不好 對不對 我們不同階段 會有不同階段的需求 可是最後呢 我們要在前面的基礎 走向更高層次的 生命的圓滿 自我實現的需求 這一章很有意思 我很喜歡 但是我今天必須快快講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 一歲看大 三歲看老 一歲的時候 可以看他長大的是什麼樣子 然後三歲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個小孩 因為性格已經都形成了 將來老的時候是什麼樣 那這個一歲三歲是從哪裡來的 除了父母親所來的一個家庭教育以外 還有我們自己來自過去式的性格業力 導致我們今天長成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在生命的每一個階段呢 都有一些任務要完成 每一個階段都需要去完成一些學習 譬如說我們嬰兒階段 我們要學習信賴 我們的父母親 我們才能夠長大 到了幼兒期 我們要學習自主 能夠自己走路 自己大小便 到了兒童期 少年期 我們每一個階段 我們要慢慢培養出 自動自發勤勉 然後能夠自我肯定 知道自己的角色 能夠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的人很重要 因為你懂得肯定自己 你才更能懂得怎麼去尊重別人 然後到最後 越到年老呢 我們有一些 怎麼去處理情感的問題 我們怎麼去 在人生有成就以後 還可以繼續維持創造力 然後最後有一個 每一個人一輩子永遠 免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 統合 有一個整合的需要 每一個階段有它的任務 然後 每一個階段呢 要學習這個任務 都在前面那個階段的基礎上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前面的基礎 沒有學得那麼好 可能等到我們到了這個階段 會比較辛苦 那怎麼辦 好像很辛苦的時候就覺得 活得很沒意義喔 很不想繼續了 可是有一點很重要喔 很重要要提醒 如果我們就這裡放棄了 未來下一次的生命會更辛苦 那如果在這個地方我們很辛苦 我們嘗試著去改變態度 改變方法 我們可能會經歷一些辛苦的時間 但是慢慢我們會往 該完成的學習階段完成 到最後呢 不管我們是在哪一個生命的階段 走到生命的最後 那個統合的狀態呢 就會讓我們在哪裡走 就從哪裡開始 這一輩子最後的狀態 就會是下一輩子的開始 所以現在的我們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人生要從統合的地方走 人生有這樣的生命態度 已經很棒了 這是世俗的價值觀 對不對 但是回到佛法 我們再看一下 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回到佛法的時候 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他幾乎就是我的座右銘 我非常喜歡八世紀的時候 林花生大士講的這一段話 他說 不管你多麼的勤奮 不管你的事業做得太大 世俗的活動都沒有盡頭 如果你不懂得學習佛法 不管眼前看起來是多麼的美好 輪迴中的事物 總是以災難終結 我第一次看到這一句話的時候 我好像被打了一拳 我好像被打了一拳 然後我們可以仔細的去檢查 我們身邊所有的人 任何人 一個高官大人 或者是一個一般的百姓都好 你去看看 如果他的心沒有朝向學習生命的智慧去走 輪迴中的事物永遠不會停止 而且最後是以災難終結 我不曉得大家現在可以體會到多少 但是我們可以持續的去思維看看 所以靈化身大師在這個地方 他要教我們什麼 他要提醒我們什麼 我們要學習佛法 我們要認清輪迴的痛苦 轉向捏盤的寂靜跟快樂 如果不早點開始呢 如果要等到臨終的那一刻才開始呢 就太晚了 為什麼 當頭已經被切下來了以後 給你藥 有什麼用 這個提醒有沒有 非常的坑槍有力 非常有力量 對不對 這是佛教的觀點 究竟的觀點 好 所以呢 佛陀為了 讓我們清楚地看見這件事 他教我們一件事情 叫做無常 無常好不好 我看師父們都點頭 後面的人都沒有表情 無常好不好 好 好 你們自己說的 你們自己說的 等一下禪師會給我們棒喝 無常好不好 說真的看清楚無常 非常好 那無常不只是好的東西不會長久會變壞 無常也是壞的東西不會長久它也會變好 所以不管我們現在是好是壞 當我們理解到無常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的心情會有一些改變 會有一些轉化 真正深刻的認識無常 我們就不會驕傲 我們會啟動兩個機制 第一個是 展開慈悲心 以及對眾生的愛跟關懷 我們的慈悲心 可以從那個體會無常裡面 展生出來 即使我們生病了 我們去感受到那個病的苦 我們對眾生的慈悲心就出來了 第二個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即使你現在不快樂 但是呢我們知道了輪迴的痛苦 我們看見無常 我們就會 刻不容緩地求進步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 對我們的生命有太重要的學習 我本來想要一句一句說 但是我知道我沒時間了 可是我很想讓大家聽一聽這首歌 我覺得我把你們當成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我把我最喜歡的東西跟你們分享 這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那我們就用兩分鐘的時間聽一下好嗎 來吧 來吧 当我唱全盘 你的心 回家要满 我求 早已无远处 我存在你陌生 寻寻秘密 关心珍珠的目前 失落的领悟怎么着 如果明天就是夏夜生 你想如何度过今天 如果明天就是夏夜生 你想如何度过今天 我用温暖 守护生命 让老花流流温 我用却长 守护健康 让传闻远辽阔 歌词很美 对不对 很深 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时间说 改次呢 我们请玄师傅 或者是邓师傅 解释给我们听 好 你看 这是几百分的掌声 好 谢谢大家的配合 好 其实这首歌里面说了答案 我们的态度可以改变了 我用温暖守护生命 我用绝照守护健康 生命是无常的 可是我们的心可以让它 让这个生命变成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的 当我们有了对轮回的理解 或者是对死亡的准备的时候 看这一张投影片就有意义了 这本书在台湾已经卖完了 没得买了 我不知道在香港有没有得买 那日本的这一位作者呢 写出了25件事 那当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些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呢 当我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我将如何度过今天 有哪些事情是我 如果现在不做 临终的时候会有遗憾的 各位可以找找看 对你来说上面的哪一个答案 对现在的你特别有感觉 麻烦你找一个好吗 我用10秒的时间让大家找 找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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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找到的请举手让我知道 很棒喔 很棒喔 越来越多人好 谢谢你们 我相信还在努力中 好 我 我要介绍的大概就到这里 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两张投影片 第一张是那个 之前刚刚离开的安倍晋三 有人说 这个话并不是他讲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话讲得真好 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慈悲 我们可能去看到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活得这么辛苦 我曾经羡慕的人 我曾经向往的人 我曾经爱过的人 或者是我曾经很讨厌的人 最后我才知道他们都跟我一样 活得千辛万苦 所以要不要有慈悲 对自己慈悲 也对别人慈悲 然后最后希望 当我们开始学习生命这堂课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努力的让自己变成一道光 然后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呢 这道光不知不觉就帮助别人度过了黑暗 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因为这样 也许那个光明就留在那里有永恒的光明 好 以上是我的介绍 请看最后一章 这是我们的作品 我就不介绍了 好 以上我 介绍到这里 感恩忠君法师 接下来 我们有请大观禅师上台 大观禅师 现时在香港受风禅仪的住持和指导师 禅师在七十年代开始学佛 曾经在香港国江佛教书院研习经教 1981年 禅师在泰国亚姜茶叢林国际禅出家 随后并在清迈修行十年 当中包括两年在Tobu山动独秀 1991年 禅师参加在韩国举行为期三个月的东安居禅修 与崇山大禅师结下法园 此后成为他的弟子 禅修之后 禅师回港成立香港禅中心 即现时的寿风禅院 1995年 禅师得到崇山大禅师的印可 成为指导师 2001年的4月 禅师得到崇山大禅师的传法 法号为大观禅师 我们将时间交给大观禅师 大家好 我个大家好可能比不上显阳法师的大家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家好 是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眼 因为大家都想好 今天我很开心 我能够来到参加和参与大国福康中心 去organize这个广场 我很久没有说过对外 所以我要让我温暖一下 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念诵 去温暖一下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Om Nam 我们将这个身心合一 我们大家一起合受 我们一起念一下三次 Om N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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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那其实我对于今晚的讲座 这个主题 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问 如果明天就是你下一世了 你今天会怎么样呢 其实我今天就很想分享 是我自己的人生的过程 我很多次都经历过 这个和死亡是拆过的 但是未分享之前有一首诗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 其实这首诗 这首诗 人生线这首诗 其实就解答了 我们刚才那些移民 因为这首诗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起陪我读好不好 人生线我们叫做 空手来 空手去 是人生 生从何处来 死向何处去 生也一片浮云起 死也一片浮云灭 浮云自体本无实 生死去来亦如然 独有一蜜 独有一蜜常独路 三言不随于生死 三言者一蜜摩 这是一个很古典的字眼 要翻译为一个现在的文字 就是清明结淨的一蜜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生就像浮云一样 原来我们的人生是很有趣的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死后我们也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 会在这个不知里面 但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这个生和死 其实我们可以用浮云去看这个世界 去看我们生命的起起跌跌 有些人在我们面前 就像云一样 已经在我们面前出现了 但是这几天又很好 天气很好 风一吹走的时候 天气又蓝了 很开心 这个云又去了哪里呢? 所以我们用浮云去形容生和死来同去 但是我们生命是否只有生和死呢? 这个浮云究竟是什么呢? 在生命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如何面对这些无常呢? 这首诗里面其实都会答到我们所有的答案 如果我们只是在无常里面看 这个是真理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无常里面有一件事 是不会变的? 今天我们一起去探讨 《人生善》这首诗里面 给我们一些什么啟發 我们了 我很想用我自己的生命 去和大家分享 当我还未出家的时候 大概我是25岁 那时候我都很贪美 没有两个小时 每个小时都不会出家 我妈妈常常看着我 是我姐姐在 她常常想我姐姐教不出 因为我姐姐不扮美 我常常扮美 她觉得我很烦 要两个小时才走出去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物质 很喜欢名牌的人 但是其实我内心也有很多的 很精神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很喜欢修行的人 但是那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修行 当时我上班 很喜欢扮美 有一天我们就去游戏 刚刚有个同事 他刚刚是新拿牌 你刚刚拿牌的人 很多人都不想坐 没有人去坐他的车 我就觉得 我是慈悲 我们开始学佛 我就说我坐你的车 然后我是佛教徒 然后有两位基督教徒的同事 我又乘坐 我们三个人一起坐 这个同事 刚刚新拿牌的车 我们就出发了 去到高速公路的时候 这辆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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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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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害怕的 但是當時我很奇怪 因為有念觀醒菩薩 而且突然很奇怪 很穩定的人 而且覺得失去身體 失去身體 但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當時我問了自己的問題 如果我現在死 不是明天死 我會去哪裏 當時我感受到 剛才宗敦法師所說的光亮 內心真的有光明在前面 我問了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現在死 我有什麼東西放不下 我說沒有 講完這個節目的時候很奇怪 好像升降機 好像精神回彎 真的有這樣的感覺 那個機器 精神上的心靈 好像與身體連結 當時這輛車已經撞到很多次 撞到整輛車都被扁了 但是內心很奇怪 只是只有觀醒菩薩 觀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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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安靜 而且很冷靜 而且當時我看到 我的基督教同事 他們又哭又害怕 臉都很青 而且駕駛的同事也很害怕 唯一我自己就在這裡說 不用怕的 我們沒事的 他安定大了 之後我就跟同事說 我問這輛車可不可以走 我們下車看 他真的下車了 他說可以 我說不要想太多了 我們去我們的目的地 那次的經驗告訴我 我想分享的是 這些不是一些書本說的 原來我們每個人 當我們從這個生死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怎樣去面對這個生死 是很重要的 雖然當日我沒有死 我覺得我是在做彩排 其實死亡不知何時會出現 其實死亡 在我的生命 我也很多次生死 這是我第一次讓我明白 原來我的生命真是很無常 我不知道何時會死 就像浮云一樣 生命就像浮云 但有一件事很有趣 現在浮云裡有一件事是不變 我現在日後才明白 甚麼是不變 我們會有害怕或是不害怕 我們會有德同失 有我想活或是我不想活 那這些你有沒有想過 這些都是浮云 浮云你說它有沒有 你不可以說它沒有 但浮云實在不存在 浮云未出現之前 都是水 經過太陽曬到水裡 它凝結成雲 雲層後 它飄去北部成雪 飄去南部成雨 但你不可以說它沒有暈 但原本是沒有的 就像佛教說 尤其是六祖壇經說 我們本來沒有暈 我們本來甚麼都沒有 但我們又不可以說沒有 因為我們生命也有很多事 很多事經歷 很多事經歷 我們面對很多事 但在那一刻 在我生命那次的經驗 令到我的人有很大的轉化 原來死亡出現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這個問題去問自己 我現在死了 我會去哪裏呢 然後我有沒有東西放不下呢 這是我第一次 感受到人生善的 生從何處來 死向何處去 生也一片浮云起 死也一片浮云滅 浮云自體本無實 生死去來也像浮云一樣 然後在我生命裏 我亦有很多次接觸到 生和死的考驗 因為這個體驗 令到我對修行很有 讓我有一個探討 究竟是甚麼 生命是甚麼 現在我有一個生命 那我有一個生命 我用來做甚麼呢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情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探討 因為這個體會 令到我很想去修行 後來我真的決定去修行 我跟我的同學說 我想修行 我想… 當時唱懷法師 真的很好 他叫我… 現在是四十多年前 他寫了一封信去泰國 我去了泰國 拿著他的封信去中華佛教圖書館 掛單 開始了修行的歷程 在修行中 我亦遇到很多浮云 浮云也是飄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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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浮云也沒有了 知道下一秒是怎樣嗎 亦是不知道的 所以整個生命 都是探討 在一個浮云裡 探討究竟這個浮云裡 有甚麼令我學習 有甚麼能啟發到我們 為甚麼我們要修行呢? 為甚麼我們要念觀賞菩薩 為甚麼念觀賞菩薩的人 為甚麼念觀賞菩薩的人 又會定的呢? 這些都是我一個很大的 想更加去瞭解究竟發生甚麼事 所以當我出家後 我很多業障 我業障多樂樂 很可能多生多世都是 難條難伏的眾生 給予人很多障礙 很不懂做人 所以今生很多事都回來 去磨練我們 在出家初初都是有很多障礙 但有一天有一個障礙是怎樣呢? 就是我無緣無故發燒 發了四天燒 我在出家 在薑茶出家 是一個叫松林 因為松林裡沒有燈 沒有電 沒有水 我們要在井水 是苦行 一天吃一頓 過誤不食 托勃 托到甚麼回來 你就會吃甚麼 托勃裡面 很多人不想吃 我們香港不是吃素 泰國不知甚麼是吃素 尤其是四十多年前 現在當然 這個吃素是很流行的 有時他們托到甚麼 青蛙 吃素是很流行的 是一個闊 而且不是一起吃的 是由長老 由主持 如果我是第四十的人 如果我是第四十的人 如果我是第四的人 人家吃了三十口的飯 第四十口就是我開始吃的 那時候的訓練是這樣的 但我很奇怪 我又去探討浮雲 探討一物是甚麼 頭暈裡面一定有些東西 這個無常裡面一定有些東西 還有這些磨煉 究竟是有些甚麼 那真的有些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發燒一天 發到104度 那裡是很遠的 沒有醫生 沒有車 沒有醫生 發燒一天 我也不算是一個很瘦的人 我發燒到只有磅骨 當時那個主持 第四天就來看我發生了甚麼事 是否我偷懶 不去修行 不見了幾天 然後他看到我 原來你瘦了磅骨 他們立刻 他們入村打電話 叫醫生太太 開車出來 這個森林 接我去看醫生 當時去看醫生 平時我身體也很健康 我沒有甚麼疼的 其實大的病 沒有甚麼 所以這個醫生問我 你有沒有甚麼敏感藥 不能吃的 我不知道 我一輩子都沒有甚麼吃藥 不知道是否敏感 他說 好吧我和你打一支針 就是盤尼西林的針 我和我打完針之後 我便回到森林 那晚又如何呢 那晚我突然間 我無法呼吸 我真的想到 我便要死了 還有更好笑 我還未出家之前 有人帶我去求籤 他便說 我死在異地 還在 還要死在一個戰亂中 那時候 我住的東北部 是很接近 埃馬 那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 如果和我差不多年齡 那時候 或者你會知道 那時候 有泰北 和 埃馬 是甚麼 緬甸 是有戰爭的 那時候 我們坐禪 突然間整個房子震 我便說 發生甚麼事 原來是有人扔炸彈 我們房子也會震 那我就想 難道這支簽證 是這麼美 那好吧 那我就預備死了 如果你明天死 不要說明天 我就要死了 那我會做些甚麼 當時 在我的獨居室 我們叫做Kutti 木搭 很破舊 那我就拿起蠟燭 然後我點著蠟燭 就是剛才我教大家 慢慢吸 慢慢呼 慢慢吸 慢慢呼 我完全無法呼吸 我打算 如果無法呼吸 我現在就要死了 那我就這樣死了 那我就真的 坐在那裡 看著那些蠟燭 慢慢吸 慢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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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呼吸了多久 我慢慢就睡著了 那天早上就證明我 已經過了一個關 你明白嗎 原來死門關 其實就是一些修行 這是第二次我的生死 第三次的生死是甚麼呢 就是我回到香港了 當時顯仁法師 在幫助我們 是對 六湖的時候有很多問題 那時顯仁法師跟我們開會 那時突然間我有一段時間消失 為甚麼我消失呢 因為我又是跟死病魔去一個關口 當時我有很少病痛 我沒有住過醫院 當時住醫院 就要進入手術室 進入手術室的時候 很奇怪 我平時也是修行 慢慢吸 慢慢呼 慢慢呼 在呼吸之間 這次我不是念觀賞菩薩 突然間念甚麼呢 拿磨本師式交茅理佛 拿磨本師式交茅理佛 當我唸到那個時候 整個人都很安靜 很安靜 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當時他推我進入手術室 如果你們去過手術室都知道 你睡的床是鐵的 不鏽鋼 但那個人好像很安靜 我就當自己好像死了 睡在那裡 那個麻醉師就問我 是否你做過手術的 我說不是 我是第一次 她說為甚麼你可以這麼冷靜 我說因為我們有練習 兩次 這是我個人的對生死、對病、對開刀 當然裏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讓我對生命、對這個浮雲 對於找回一物的不生不滅 其實學法是找回一物的不生不滅 之後我們也有很多學生 都經歷了很多生死、病痛 接下來我想分享一段 我和我的學生 她在臨往生之前 她是怎樣走過她的病 師傅 謝謝你的教育 我明白的 這幾晚我生了的時候 讓我練習中心的報索 還有高級的時候 我記得你的聲音 慢慢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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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你的聲音 你的聲音 等於高級的樣子 就變為一了 然後我就跟著 想著精神報索 練至佛教育 一路一路這樣做 一路一路這樣 直到三天 我心眼都會繼續這樣做 知道我不用擔心 Ashana 你做得很好 你只是現在 此時此刻 這個只是你最重要的訓練 慢慢吸 慢慢呼 慢慢吸 慢慢呼 只是念著觀想菩薩 心無掛愛 無有恐怖 遠未顛倒夢想 只是想著這件事 就是你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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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能做到這件事 其他事已經不重要了 還要生個歡喜心 歡喜 歡喜喜 去過渡這個難關 我都沒有想過這件事 去過渡每一刻 一面就是整個宇宙 宇宙就是一面 沒有過去 沒有現在 也沒有未來 只是突一刻 這樣就好好去珍惜每一個呼吸 珍惜每一個觀想菩薩 覺得很親切 很溫柔 很聚足 好吧 祝福你 師傅 我很開心 有個孤零 覺得我跟ICU的病人很不同 他覺得我很平靜 很靜 他問我怎樣可以做到 他覺得我內心很平靜 我跟他分享了全修的呼吸法 以及歡喜去接受病 我都未來跟師傅來 我都不得為一個修繩的學生 都合格 我亦介紹了一些 呼吸和修繩的方法 給他 希望他可以用得著 師傅 我今天在ICU第三天 我的呼吸會更正常 如果我的含養量 可以的話 我希望 就可以明天 出回正常病房的事 真的很開心 再跟師傅說 多謝師傅你的教誨 我真的認得到 多謝 那我就將這個片段 完結我的分享 我也想分享這個學生 最後他還是要離開這個世界 但是在他離開這個世界的過程 他沒有浪費他的時間 去處理他的病 他用羞恥去轉化他的生命 轉化他的病 我也希望這一段的分享 帶出一個好的啟示給大家 病不是問題 生病不是問題 生病不是問題 不過我們懂不懂得 在這個浮雲裏面 找回一個清明結症的一物 其實這是我們生命最重要的一個方向 和意義 多謝大家 感恩大觀前師 接下來了 是互動討論佛達論環節 一起熱烈的掌聲 恭請中登法師 以及全登法師 上台就座 全登法師 是大國福衡中心的厭任住持 佛教院士部總監 榮譽佛教院士 以及安魯關為服務的督道 法師曾在馬來西亞 緬甸 及美國接受教育 2003年 被替於檳城鄉林寺 廣裕老和上座下 於美國深掃期間 恩施原籍 隨後依止顯揚法師 並在2009年徐師內港 全登法師秉承顯揚法師的違教 致力為老虐、病困、苦壓者 提供心靈關懷 法師多年來積極推廣生死教育 和身心減壓的方法 2011年至今 法師曾經在不同的渠道 例如佛門網、溫亂人間、電視、電台 及網上平台與大眾結緣 助作包括自己點火、饅頭煎蛋 和你現在好嗎? 有請我們三位師傅 多謝大家 戒觀禅師 今天我們一開始就遇到浮雲了 為什麼呢? 無論我們怎樣準備也好 總會有些浮雲會出現 我們兩天、三天前 已經準備好一條連結 可以讓來不到現場的朋友 在線上去聽我們的講座 但到臨開始 原來連結出了問題 馬上他們就轉了一個Zoom 這樣也很厲害 但問題呢 因為我們是這個 我叫做百年難餘的一場講座 總之你知不知道 他們選了一個比較少人的Zoom room 很多人可能進不了 不過不要緊 這麼多浮雲也好 我們接下去 會將這個講座放上Youtube 讓大家可以不斷地去欣賞 去重聽 好嗎? 但是呢 這些浮雲 這裡大家說 哈哈哈哈 你去到床邊 這個無常的 無常正常的 有病是正常的 那麼 這個呼吸還沒停止之前 你要快點準備 他就會黑眠 看著你了 你突然來試 我都未死得 你救我死 是不是? 有時候很難的 這裡大家就可以說 要快點修行 但是去到他 已經沒有藥醫的時候 可能醫生已經判他 還有多久的時間 究竟我們要怎樣去陪他 還說不說這個無常是正常 是的 所以或者我們請中敦法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中敦法師 剛才也說了 做這個大悲學院27年了 將他可以說 大半的人生的青春 放在創辦大悲學院 去將這個靈性的關懷 帶到醫院 甚至去社區 究竟這一個又一個的個案 有沒有一些棘手為 好像遇到要無常發生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法師 覺得是很棘手 很難去處理的 我們邀請中敦法師 跟我們分享 好嗎? 那個 傳真法師一開始就給我功課 難處理的個案 我應該找下面的一些人 或者是那幾位穿藍色T恤的人來說 好吧 我先不要為難你們 我先拋磚引玉先說 難處理的個案 我覺得難處理的個案 通常是時間有限 但是病人或者是家人 非常難轉變 那這個部分就 大家都很辛苦 社會上太多的人 他都是不去想 碰到死這個字我就躲開來 不去想 但是等到真正碰到問題的時候 就七手八腳 太多的事情一時處理不來了 我們前一陣子碰到一個病人 他是血癌的病人 年輕 大概不到五十歲 然後因為小孩還小 所以就很努力的要做治療 病人心裡好苦 沒有辦法談 因為又從其他的縣市來到這裡做治療 所以病人一個人很辛苦 那在這個照顧的過程裡面 最後幾天我們發現 那個醫療團隊覺得病人可能過不了這幾天 這個週末不見得過得了 可是病人跟家屬都在期待 下個禮拜可以做骨髓移植的手術 那個太太捨不得利用假日來看病人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要把所有的假期 年輕夫妻要賺錢 然後更重要的是 要把所有的假期要放在刀口上 最關鍵的時候假期再來 可是我們在那個團隊照顧裡面看到說 已經是最後了 哪有什麼關鍵的時刻 我們要努力的讓太太趕快 趕快利用假日來陪陪病人 太太還是覺得不行 我們的假期很寶貴 要放在刀口上 我們就覺得好辛苦 好辛苦 這個病人孤單的承受各種癌症跟治療的痛苦 她孤單的面對家人 然後現在她要孤單的去死 然後假使最後 太太趕不上這個假期 病人走了 我曾經碰過一個非常觸目驚心的景象 就是一般人前面都不談 可是那個景象是 有一個病人一住進安寧病房就走了 然後走了以後 因為她走的時候太太不在身邊 走了以後呢 大家就把她放到那個 台灣有一個叫做 往生室 dying room 就是讓她可以在那裡不受打擾 然後想念佛可以念佛 結果等到太太回來的時候 她就抓著先生的遺體 抓著先生的遺體 她沒有辦法接受 抓著先生的遺體說 你跟我講講話 你跟我講話 你跟我講話 只要一句話就好 我們旁邊的人在看到的就是 都覺得好心酸 都會流眼淚 可是那個太太的悲傷救不回來 就像剛才這個太太 假使她跟不上 來不及把握 所以我們覺得最難的是 在短時間好難改變 大家都不要談死亡 談了以後就會死得更快 然後師父來了 我沒看到 師父是要念阿彌陀佛的 你不要跟我談死亡這件事 都不能談 不像剛才那一位師兄這麼棒 那在這麼短的時間 好難 不只是病人家属很難 我們也覺得好難 這個難呢 剛剛師父就有講到 那個骨髓移植 就有提醒我 讓我想到 就是有一天半夜三更三點多 Emily就打給我了 我在好好的睡覺 嚷嚷嚷嚷嚷嚷 那個電話響了 裝作沒聽到 停了以後呢 其實沒有裝了 就是知道 停了以後 Emily 氣而不捨地再打一次 我知道這個是醫院來的電話 求助電話 然後那天 那幾天不是下很大的雨嗎 嘻哩哗啦在外面下雨 誰啊 Emily她就說 醫院有一個緊急的個案 就是接受了骨髓的移植 那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她就有這個病發症 那去到的時候 師父 艱難的地方就是 父母親覺得非常的遗憾 早知道不要做這個移植 大家可能有看過 或者沒有看過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的 那個病發症 讓我滿震撼的 當我一走進這個ICU的病房 當然所有的機器 管子 這個是不在話下 最重要的 它的病發症是全身 好像有雨雪 在她的身體 頭部整個頭是雨雪的感覺 哇真的 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外人 都感覺很震撼很心疼 何況是她的家人 所以我們能夠 怎麼樣能夠在這麼艱難的 時段底下去陪伴家人 去提醒或者去支持這個病人 跟她說 你已經盡力了 你從來沒有放棄過 而你的家人 也就是聘了這條老命 她的媽媽 把那個骨髓捐給她 所以 當我跟爸爸媽媽說 如果她還有機會 可以好的話 我們支持她 一步走過來 她說 不可能了 好 這樣不是好說嗎 既然家人已經接受說 她不會好了 我們就為她準備 走死亡那條路 這樣的情況底下 她的爸爸媽媽 還有她的家人 其他的親戚 都可以跟她說再見 稱讚她 所以我去了兩次 第二次啊 就看著那個呼吸器 還用著其他的東西 全部退了 就是看著她的呼吸 慢慢慢慢退下來 就在那個過程 就見證到 怎麼樣能夠讓家人 從一個很哀傷 很迷茫 我們的靈性陪伴 能夠讓她 能夠安下心來 知道要做什麼事 跟她說再見 跟她說 我們以後 約在那裡 那裡再見面 所以 當然很長的時間 不可能說 在這裡跟大家 一一交代 非常的艰難 但是艰難當中 有沒有可以做的地方 有東西可以做 有可以說的話 所以呢 這個月尾 我們盡一點點的力啊 就為她做這個願出 我覺得 病患 愛上的陪伴 應該是全程的 所以我們在醫院做院出 在病醫館做的這個 我們就是一個義務 覺得我們大家有緣 我們就見個面 然後還有就是為她做一些 簡單的儀式 所以真的不容易的 有一些不容易在哪裡呢 師父 他們 信佛一生人了嗎 我信佛 我念佛 然後我拜佛 但是呢 突然有病了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遇過 為什麼我這麼善良 我要有這個病 我現在很辛苦 我死不了 我活不了 真的是求生求死都不能啊 我不信了 念阿彌陀佛沒有用的 不靈 所以我現在不信了 而且呢 有一次我們的院士 去探望這個 已經探了一段時間的病人 他這樣子 你看我手上是什麼 十字架 我已經受洗了 下次你不用來了 也有人 從其他宗教轉來信佛教 就是動搖了 所以呢 師父怎麼辦 我知道兩位師父的爸爸 可能媽媽或者都信佛 尤其是大觀禪師的爸爸 到後來他說我不要念佛了 不靈啊 可不可以邀請大觀禪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我家父是 去信佛 其實他有一點影響我 對 他有一點影響我 讓我去接觸佛教 我爸爸是喜歡念阿彌陀佛的 他每天都念阿彌陀經 他都很喜歡修行 我記得他80歲 我媽媽離開的時候 還沒離開之前 他都會來禅院 跟我們一起拜佛 三百拜 當然他未必能拜到三百拜 但他也會跟我們拜佛 到了某一年 年初一 他打電話 通常很奇怪 我叫他做世霸 因為我出了家 我清醒阿伯沒有世霸 他們很接受我叫他世霸 我打電話來問我 是否… 他又不是叫我的名字 是否… 是否… 初一應該說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不是 他問我第一句說 就是我何時死 初一 我就說 你時間到便死 你時間未到 本年後 六月的時候 我們又去探望他 他很辛苦 他說 他開始就… 真的退心了 他說 我覺得阿彌陀佛也不靈 我唸了一輩子 我年初一跟他說 叫他早點帶我走 為何今天還不帶我走 我不再唸阿彌陀佛 當時我就跟他說 我就問他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走的時候 你的身體現在不舒服 去淨土 當時你的心去淨土 反昏了他之後 他停一停 他說 好吧 那我們一起繼續唸 在他臨命中的時候 他也是有很多掙扎 雖然他是唸佛 但我覺得我爸爸 有很多事情都還不太靜順 但在那一刻 他臨走的時候 我又問過他一件事 我說 你是不是真的想去淨土 他說 是 我問他兩句說話 你是不是真的很放得下 他說是 現在我再問他一句說話 有些事情 你離開了 或者別人不是跟你的意思做 你會不會生氣 不想離開 他說沒有 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離開 在醫院裡跟他說 然後他真的慢慢吸 他也是用了氧氣機 慢慢吸 慢慢呼 在很安靜的過程 他就離開了 所以很重要 有人退心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聆聽 還有 其實有一件事很重要 其實我們未在往生前 是一個學問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身體和心是可以分開的 我們的身體有病 我們的心沒有病 就像浮運一樣 因為浮運是不實在存在的 但是浮運裡面有一個水 叫H2O 它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預警很多不同的環境都好 我們如果懂得去生命的源頭 就是這個身體一定有它的過程 但是我們怎樣跟病 這件事分開 這個身體病 但是我們心是不會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過這個關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學問 而是我們每個人在未死之前 都要找回 都要修辭 這個修辭去認識這個生死 其實我們沒有明天的 我們只有現在這一刻 我想說這句話 好 這樣大家是否知道 所以為何千人禪修做到今年 進入第十年 我們為何依然要繼續做下去 但是Sorry 我們六月份的這個千人禪修 已經滿了座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有很多道場 都有做這些禪修的活動 大家沒有飛來不了 但是你可以去敲門 你可以去到那些道場 他們有辦的禪修活動 尤其是受風禪縣 真的 真的 我沒有推計錯 自己都去經歷過 尤其是在六湖這個非常好的地方 我可以叫做六星級的一個禪修道場 但是有些人 你說要念佛 但是有些人就說 我不敢念佛 因為我怕我念 一念我就會死 你有沒有怕過 沒有 你肯不肯念 但是對於一個將近要死的人 原來他真的害怕 他念了他馬上死 但是我就跟他說 他其實是躺在這裏 我知道他不是真睡 你怎麼分別 你知道嗎 你閉上眼睛 然後眼球滑來滑去的時候 就不是真睡了 我知道他不是真睡的時候 他的女兒站在身邊 我就跟女兒說 告訴病人 我就說 這個是要觀察的吧 我就說 哇 如果你媽媽一念佛就死 功力很深厚 一念那個阿彌陀佛來接她 你說多厲害 我唸極都唸不走 是嗎 所以 當然 轉個彎 你知道媽媽為何害怕念佛嗎 不知道去哪裡 還有一些事情還未交代 所以我們要知道 還有這樣引導他們 不過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調皮的人 好了 大君禪師你說修行好嗎 你有沒有把握 現在說完了 有沒有把握 但是呢 我又想聽一下就是 好像崇山禪師 秀峰禪師 或者中敦法師的師傅 他們是不是很死 又修行 也有誤了道 是不是 崇山禪師 大家認不認識他 他們死的時候 是不是也死得很漂亮 我們請大君禪師 待會到中敦法師 好 崇山禪師 其實他一生都有很多病痛 其實他有糖尿病 二十多歲有糖尿病 他活到七十七歲 通常他當那些病 都是浮雲 他真的給我們一個好的新教 而且他心臟有問題 他曾經做過的 叫做做做法師 而且他全世界去弘法 我們很多次叫崇山禪師 不要去弘法 你會辛苦 你猜崇山禪師怎麼說呢 他說佛陀在大自然出生 在大自然坐禪 他走到大自然 所以他經常在路上 所以我不可以不去弘法 禪師有這個鮮明感 當他死的時候 我很有福氣 因為應該給優利 不可以進入他的房間 但是那個註冊給我進去 當時我看到 禪師在華溪子裡 他們跟他換了衣服之後 遺體就放在地上 我看到禪師是笑的 他的嘴巴是笑的 而且你會感覺到 禪師在跟我們說話 現在是你的時候 我已經做了 我要做的事 我要離開 感覺是這樣 是很活潑的 還有禪師 有時我們問他 你怎樣 禪師是韓國人 天空就是藍色 樹就是綠色 他是這樣看他的生命 他是這樣看他的身體 有時他會很辛苦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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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ost died Almost Not yet died 還未死 他很活潑 對於生死 他鼓励我們面對這個痛苦 他死的時候真的有個笑容 還有一個酒粒 蕾絲有一個酒粒 我知道壽風、蕾絲的離開 我相信這裡應該不太聽過 除了壽風的義工信徒之餘 大家想不想聽聽? 沒有掌聲就不說了 我們為甚麼叫壽風、蕾絲呢? 其實我看到大德修行令我很有信心 我不會再懷疑修行這件事 壽風、蕾絲在1994年 他來香港做retreat 有一個禪修也有講座 他在禪修前一晚 他從來未寫過中文寫大字 他用這些毛筆寫大字 和龜依弟子改名 他還寫得很開心 然後他來見我 他跟我說 明天我們去retreat 然後十時多 他回到住所 那天去領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做參公案 在我們神院 就是單對單 你有機會 你跟老師 有一個老師會教你怎麼參 去參禪 在參公案 有一個女孩 十四歲 她專門在加拿大 飛涼香港 加入這個retreat 那時候 壽風、蕾絲在我房間 然後我房間 在我們做參公案的地方 就問了這個十四歲 這個女孩子一個問題 你怎樣觀照這個世界的聲音 當時這個女孩子就答對了 那是否知道 就說correct 對 那之後 她坐在法座那裡 就是很端正的 之後 之後她就放下她的身體 然後她就離開了 對於我來說 我不會懷疑 因為有幾多人 是在教學而離開 我覺得是一個很俗性 一個很鼓舞的 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 雖然是很可惜 沒有一個老師 但是裡面 每個人的心 都覺得師父沒有離開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見證 我們不要想好和不好 有好就有不好 學禪就回到這個 一密那裡 我們回到這個絕對那裡 我們每個人的智性是不動的 我們每個人的智性是本自清淨 所以學禪就是要學回 不生不滅 不救不靜 我們去學習一下 我們在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面對生死 面對來去 是很治癒的 所以須風蟬蛇 你問我 她給我的教學是怎樣 來去治癒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值得鼓勵大家 不要害怕修行 須風蟬蛇走的時候 臉色是粉紅色的 入到医院 人们摸它 软软软 好像是很柔软 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死可以很美丽 谢谢大家 昨天我们去拜访法师 大观禅师 法师分享了他自己父亲的故事 刚刚法师那一段 讲了那一段跟父亲的对话 其中有一段 昨天有提到 就是爸爸一直说 我念佛 为什么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感觉上好像是 阿弥陀佛不要我 很生气 不要信佛 那个时候法师就问了 法师就问了父亲说 你是要身体去极乐世界 还是你的心去极乐世界 你是身体在受苦 还是你的心在受苦 这一段话讲得真好 而且不受限于 就是好像老人家也都听得懂 那你是身要去还是心要去 你现在的苦是你的身在受苦 还是心在受苦 原来是他的心在受苦 所以心在受苦的时候 怎么去解决心的问题 然后去求生净土 法师讲这一个 父亲的这一段话的时候 我就想到 以前曾经有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出生的 非常富贵家庭的一个太太 然后家里什么都有 可能就非常非常的福祿兽 都有 但是她得了癌症 然后最后呢 住进安宁病房 就准备要走了 那准备要走的时候 那个安宁团队 台湾叫做安宁 然后那个香港叫做舒缓 舒缓治疗 那个舒缓治疗团队呢 就依着她的心愿 送她到山上去 在大自然里面过 最后那一段时间 然后那个 这一位太太回到大自然 也是她生命最后一段时间 其实人生的最后 如果旁边的人 特别是家人 能懂 然后能够给她 很温暖的陪伴的话 对病人是非常重要的 那将来病人走了以后 家人的悲伤 也会比较走得过去 然后当她心愿完成 家人陪着她 到山上去住的时候 这位太太讲了一句话 她说 我现在的生活 大家记得 她是癌症末期的病人 身上有很多的不舒服 但是她对大家 包括医生讲了一句话说 我现在非常好 非常幸福 我现在的好是过去四十年来 从来没有一天像现在这么好 然后如果去拿过去的任何一天 来换现在 我一天也不要换 到底是身体在受苦 还是心里在受苦 那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当他愿意念佛的时候 当他整合的很好 当他愿意念佛 他念佛不是要交换条件 为什么我念了佛不能病好 那我看到师父我就不要看 因为看到师父就要阿弥陀佛 那这样的念佛不会有力量 可是这样念佛就会有力量 这样的人念佛一定 相信一定往生极乐 我再讲一下去年年底 我的同学 我们三十七年没见面 结果我听说他要走的时候 他已经 我听到他 他已经就是随时会走 我去看他 那我去看他 我们有几个同学陆续都去看他 然后我去看他那一天 正好是他的主治医师的公公 主治医师是女小姐 他的公公刚刚往生 我这一位同学是肺癌 喘得很厉害 然后那个听到医师的公公往生了 他就说我们来替他送经 他是带着那个那种加强的呼吸器 他说我们来替他送经 好好好 我同学要送经 我就帮助他圆满心愿 我就跟着他一起念心经 三归一回向 哇 他那么喘 讲话都很辛苦 送起经来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很很沉稳 很很优雅的 很像我们这里的一位凡贝大师 然后我自己在那个送经的过程里面 我好感动 他竟然可以这么稳定的声音 然后送完经以后 他就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医师的公公 之后他跟这位主治医师讲一句话 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就在极乐世界 我非常的快乐 然后他有多厉害 我去看他大概是往生一个礼拜以前 在那个礼拜我有很多热情的同学们去陪他念佛 可是他是癌症末期的病人 可以整个晚上通宵念佛几个小时 大概有八九个小时以上 我就跟我同学说以后你不要这样折磨我 开玩笑 可是这样的念佛真的非常不容易 然后往生的时候去看他好庄严 所以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 当我在做早课的时候 每一个早课我想到他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是充满欢喜 我就很莫名其妙的欢喜就从心里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约定 我们的约定就是 这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last life 以后我们不要这样来 我们希望我们去了极乐世界以后再来 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 包括在座的Peter Peter曾经问过不止一次的问题在 师父 什么叫灵性 什么叫灵性 如果在这个个案里头 您觉得那个灵性是什么 灵性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那基本上我想用 大家看过回眸吗 没有看过的人 看在今天晚上我们相聚的份上 请你一定要找机会去看 各位的掌声是在承诺 对我是承诺 然后回眸一开始我们就讲了一句话 灵性是一种意愿 是一种爱的能力 即使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你还愿意对别人给出爱 灵性是一种意愿 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能够慈悲喜舍的能力 那这样的能力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自私自利 最怕的是自私自利 我才八十岁 为什么我要死 我的姐姐已经九十六岁了 为什么她不用死我就要死 我都已经病到这么重了 为什么你们的儿子你在旁边 你都不来照顾我 你觉得这样的人会善终吗 不会 因为她是自我中心的 她是自我中心的 灵性是什么 灵性是慈悲喜舍 当你的心是打开的 是慈悲的 然后不会以自我中心 你会照顾别人 我们在临床照顾病人的工作上 看到好多的病人到最后 她打开她的心了 所以当她自己很喘的时候 她关心的是旁边的这一床病人 喘得这么厉害怎么办 师父你去帮帮她 所以灵性是慈悲喜舍 慈是可以给别人快乐 悲是替别人拔除痛苦 喜是欢喜心 刚才师父对居士的提醒 要有欢喜心 对不对 然后舍是能够舍得下 慈悲喜舍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会走到极限 但是走到极限有没有关系 我死了没有关系 因为生命不是一了百了 生命叫做没完没了 对不对 生命叫做没完没了 当我们这一辈子走 尤其是走得很不甘心的时候 或者是尤其你记得某某人欠我 欠我三千块钱没有还 我要去跟他要这三千块的时候 你就走不了了 你就会紧紧 所以佛教里面不是有那个 富翁死了以后变成毒舍 守住他的黄金吗 因为不能舍 所以灵性是慈悲喜舍 因为慈悲喜舍你知道 你不会再以这个身体我为中心 而是你知道 我想禅师非常的清楚 所有的众生跟我是一体 所有众生跟我一体的 我自己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是一体的 可是如果我跟自己过不去 我只要紧紧抓住现在 我不愿意到未来的话 我就不会平安了 所以灵性是你有一种能力 可以慈悲喜舍 可以知道怎么去因应现在的事 然后可以让自己平安 我觉得它是一种能力 是 内在的能力 内在力量 灵性是一种内在力量 是慈悲喜舍 是 内在的力量 慈悲喜舍 大观神是要补充 本来我要考一个问题给他 我想补充一下 刚才中敦法师说的 那个慈 其实在我们禅宗 这个是灵性 就是我们的慈性 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本心是具足什么呢 慈悲和智慧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都要找回我们的主人 我们的本心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接触这个本心的时候 自然你想自私是做不到的 自然你不想去帮人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个是发泄内心 本心就有的 这个觉醒这个本心 每个人都有 所以佛陀叫我们修行 就是我们要觉醒 觉醒什么是我们的本心 什么是烦恼 所以很好 师傅你讲这个词兴趣 谢谢 师傅要补充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线上 有些朋友就很担心了 我应该念阿弥陀佛 念地众菩萨 或者念释迦莫尼佛 那我要念哪一样东西 会不会贪心得太呢 那怎么办呢 第二个问题 我很难一心不乱 师傅 如果我没有办法 做到一心不乱的时候 是否注定失败到阿弥陀佛 是的 其实华严经有说过 如果我们想认识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 或者什么是一心不乱 我们要培养的心 我们要当正其易如虚空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心 其实好像虚空 什么叫虚空呢 我们望出去这个空间 望出去天空的空间 空间什么都会有的 空间不是什么都没有 还有在空间有很多东西出现 有小鸟 有飞机大炮 现在有战争 很多东西在虚空出现 但是这个出现的时候 我的slide是 若人欲识佛境界 当正其易如虚空 远离妄想及珠趣 远离我们其实修行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只保持距离就行了 我们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害怕 我与这个担心保持距离 因为这个担心是一个浮云 浮云自体本无实 生死来去去 得失 得不得 连什么名号都好 那是浮云 是不实在存在的 所以我们修行 要认识我们的本心 好像虚空一样 我们能够保持 距离我们的烦恼的时候 令心所向皆无碍 所以你有这个担心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念那个担心 我们去念阿弥陀佛 担心就有他担心 一担心出现的时候 最重要的提醒是 这个是浮云 不是我 所以学时不是学认识 究竟我是什么 究竟所谓这个我是什么 这个灵性是什么 我们叫反文字性 我们反回看自己的心的时候 外面的境是有的 我们改变不了的 外面的烦恼 我们不能停顿 但我们修行可以 这个是烦恼 是浮云 不是我 这句说话很重要 因为你已经为自己的内心 定了位的时候 我不去烦恼那里 我去哪里呢 我去念佛号那里 或者在各宗教你们的信仰那里 去回到你 你现在修持着 现在这一刻那里 那心所向皆无望 就好像我在森林 我要死了 很可能我没有这支蜡烛 我真的会死就不定了 但是我没有去死亡那里 我也没有去惊恐那里 我只是点着蜡烛 我只是去看着蜡烛 然后看自己的呼吸 慢慢吸 慢慢呼 当时我都没有念 当时在南传佛教 没有叫你念阿弥陀佛的 我真的要摆下我念那些名号 去学南传佛教的教法 当时 这有效的 我在未出家之前 念观醒菩萨有效的 在做手术之前 念释迦牟尼佛也有效的 其实你的心 去回到一个定 去回到一个念 其实那些是浮云 不要让浮云 做了我们的主人的时候 我们就无挂外了 接下去我们有请大观战士 和我们做这个慈心祝福 这个慈心祝福 我觉得很重要的 尤其是如果 当我死的时候 我们要面临死亡 或者面临人家死亡 或者死亡之后 这个慈悲 这个祝福 是可以解冤色结的 我们一起可以合十 从无始过去至现在 所作一切业障 我诚心忏悔 我忠心希望你原谅我 曾经从身口意 有意无意间 所作的一切 伤害过我的语言及行为 我忠心原谅你 曾经从身口意 有意无意间 所作的一切 伤害过我的语言及行为 愿一切众生 欢喜是在 愿一切众生 吉祥如意 愿力劫冤亲债主 离苦得乐 愿修行的功德 利益一切众生 我还没坐下 时间关系 我将时间交回给刘 多谢大家 再唱一下麦 今天中敦法师 为我们带来这个回谋记录片 就是他是幕后的主使 另外 我们也有这本《大碑事务所》 非常精彩 他们的探访 将一些记录 很仔细写下来 所以就好像看着故事的发展 很精彩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登记 另外当然要推荐我这本书 你现在好吗 送给大家 多谢 再次感谢三位发师 分享他们宝贵的经验 让我们有机会学习 从死看生 及早预备 活在当下 时间转眼即逝 相信透过港载 那么多位 都有学到 和有反思的地方 最后 我想以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里面的一句 你将如何度过今天 再次感谢陈平华基金会的鼎力支持 和多谢中文大学 借出一个这么好的场地 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更加感谢先上先下的观众朋友 最后祝大家活得平安 死而无憾 下次再会 拜拜